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们去看楼,特别是厌楼的时候 怎样可以看得出这间屋的condition是怎样呢? 有什么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又或者你是租屋的 你去看一个租盘的时候 看些什么是需要注意 而它是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呢? 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个video 是比较了英国这里的二手楼和新屋 其实当中也会分享了很多关于英国的屋子 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是阿斯巴斯多、石棉 那个video其实就好像一个BB班 如果大家未看的可以先看那个 今天这个video就更加深入和清晰了 身为一个建筑师的另一半 其实我也学习了很多 这位专家也尝试将他的知识 就塞进我的脑子里 不过我们尝试沟通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的脑子真的塞不下了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位嘉宾自己出来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分享内容是没有法律效用的 亦都因为内容未必说很完整、很完美 而且video的时间也有限 如果在建筑方面的朋友 或者是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 欢迎你们在下面可以做一些补充 事不宜迟 我们邀请我们嘉宾出场 我们多了这个嘉宾在这里 好像画面立刻涵了 你已经立刻瘦了 我立刻瘦了 OK 不好意思,笑得很大声 你可否介绍一下自己呢 好,OK 我叫阿伟 我是一个建筑师 我现在呢 就不是practicing 我是一个建筑师的 我是一个project manager 那我对 buildings 和屋都会有些认识的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你这么紧张? 小小 OK,我们开始了 首先呢 第一方面 我们想分享的 就是关于潮湿这方面 对吗? 是 潮湿这个问题 应该都很大 因为都是一个经常下雨 和是比较潮湿的地方 一个国家 当然不像香港那样 不过这里面对的潮湿问题 和香港在某程度上是有些不同的 是 最大的问题 最担心的事情 先说一下 就是 如果你在屋里面 在地下的那一层 你会看到有些某程 是由地上升上来的 而那些某程是有黑点 很厉害的 有机会呢 这些是一些叫rising damp 就是说 由于你知道地上是长期有水分的 是湿的 那 concrete foundation 正常来说 是一些concrete foundation 都是会透水过的 而那些砖都是可以有水滲穿过的 而且砖和砖之间的 mortar 那些酷母泥 都是可以有水分穿过的 那 如果 它有一个叫damp proof course 这个东西 是出了dpc 如果出了问题 那些水分就可以上升 在墙上面 由地上 由foundation上升上来 那可以升到2米 dpc dpc 是好像类似膠 那样的质地 是吧 是 所以你所有的外场 和内场都可以的 如果是碰地的话 是某一个高度 between 由外面的地下高度 和里面的地下高度 之间 会有一个dpc 会有一层 会有一层 整个屋都会有 包住了 那如果这个dpc 穿洞 脱了 煤都不存在 不可以再阻挡 那些水分上升 上去 屋的 brickwork 那些砖上面 那你会有这个 Rising Dam 的问题 那 怎样解决呢 是有解决方法 也会有少少麻烦的 其中最常见的 就是 可能你会拆了 墙上面的灰 之后再 游一层防水的 好像一个tanking 做一个防水的东西 游到可能 一两米高 那 正常来说 那些水分 是不会升得太高 自己会自然干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麻烦的 听下去 都挺麻烦 挺复杂 那就是其实 如果作为一个 刚刚移民来英国的 香港人 我觉得 尽量可以避免到 这方面都会好些 就算那间屋 是很便宜的 那你 你要花很多时间 可能要等这件事 去完成 去做 是的 另一个 又是说 潮湿的问题 就可能是 其实在 天花 看到 可能在楼上那层 一楼 或者二楼 就是有些 水分 看到在墙上 里面有些水积 污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很大机会 可能是因为 它的楼 是漏水 就是可能 瓷瓶 瓶 瓶 可能是有洞 或者是烂了 水滲了 进去 然后在墙上流 那这些问题 都有些稀疏 因为 首先你走到上面 要发现 哪里漏水 然后再换上去 阻止它再漏水 才可以停止 发毛 或者任何一些潮湿的问题 这个也是有些麻烦的 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 那个角楼 那个洞 可能它那里 是不充足的 风 空气流通 空气流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很大机会 因为外面很冷的时候 里面很暖 那个空气的变化 在中间的洞 那里很容易 很潮湿的 那如果它潮湿 那又是 可能有水 有很多水分 在墙上面滴下来 然后滴到下去 你的施灵 一楼的施灵 你会看到 然后滲下来 那其实 又是一些麻烦少少的事情 那其实这个解决方法 都不是太难 那你就这样 让一些空气流通就可以了 那在洞 要加些 也不用加风扇 加些去风位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 也不是太麻烦 这个 也可能可以解决到的 那如果 以我一个 譬如 吳朱叶的眼光 来看一间屋的时候 我知道 除了看到 毛 看到那些水印 还有就是 可能你要用你的鼻 去闻一下 是吧 闻一下 有没有一些潮湿的味道 的味道 又或者还有一个楼 或者是它们的油 那一层油 有时候可能有些泡沫 好像香港也有很多的 那即使说 墙其实是潮湿 对不对 是的 这些都是避免的 那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潮湿问题 那很普遍 还有简单一点解决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不开窗 如果外面空气很冷 里面空气很暖 那些暖空气碰到冷的 的Service 那就会在Service 上面就有水分出现 那都会有潮湿的问题 那其实解决方法就是开窗 空气流通交 我只听得明白 解决方法是开窗 是吧 那其实有时候 你看得出这些毛 有点小事 可能在一些 傢俬后面有点小毛 其实很平常 那这些应该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不用一见到有毛 哇 死火了 是否那些很麻烦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的 可能是他刚刚放一个沙发 放一个很大的傢俱 在那里没有移动了很多年 是吧 那就没有空气流通了 是的 好 讲到潮湿这一方面 我们讲一下窗 怎样去检查窗 有什么问题呢 那窗呢 你看一下第一样东西 就是多数都是double glazing 现在就是两层玻璃 在中间有一个gap 大概18-25mm 那这个gap 就多数是一些叫Argon gas的东西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密封的 那因为呢 就会很保暖 帮助保暖 保温 那如果中间的gap 那个Argon gas 漏了气 就是代表那个蜜蜂 已经再不再密封了 那你就很大机会 有水分在里面 接着就会 可能看到一些水滴 下气 或者下气 那就是代表玻璃 不再有它原先的那种 保温的效果 另外呢 还有呢 要看一下窗呢 是有多新的 如果看下去的样子 超过20年呢 那就可能都已经 因为窗的寿命是大概 20-25年左右 25年左右 是的 那25年之后 很大机会 很多流气啊 或者它根本就没有那么乱 那我怎样知道它的窗 其实是很旧啊 还是 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以前呢 没有这个例子 就说 因为有一个新例 近些十年 有一个新例 就是说呢 十几年了 玻璃呢 安装玻璃的地方 是要由里面安装的 那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它由外面安装的话 它拆了 安装完之后 有一个胶边 这样的 它拆了那边 就可以整个玻璃拔出来 由外面 那就很不安全 哦 就是你拆它 就是这样拔走你整个窗 是的 所以呢 现在的玻璃呢 多数都是由里面安装的 那你可以看到那些边的位置 第一 还有你这样看一下它的玻璃 看一下它的框 如果是旧 其实很多时候看它出去 感觉上都很旧 尤其是要查一下 那些手柄啊 那些锁不锁到啊 关不关到 是否顺畅啊 这些东西 看一下 如果是旧的 那都要留意一下 这些 讲完窗了 那关于电呢 那电呢 那电呢 就先看一下电箱先 看看是不是 踩进去都像新井 那一般呢 都是寿命是大概 20年 25年左右 你就开始要考虑想想想 要所有电 电箱 包括电线 都可能要考虑换 那电箱 你看看 打开盖 看看有没有这个叫RCD RCD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 系统来的 那它保护你的 那如果没有RCD 又是要考虑一下 要换一换这个 可能 那其实换这些电箱 都不是很贵 物料加 Labor 可能是大约300磅 那就是一个小麻烦 那也要留意一下 那些电制 电制和一些灯制 那些位置 那些电制够不够 那些房子里面 因为有些旧屋 你会留意到 其实真的很少 还有只有一个电制 它明明可以安装两个 它只安装一个 这些都很烦 其实在旧屋里面 那如果可能一改 就整个屋改 方便一点 那说完电 说一下水 水这方面 我们有什么注意 那水是包括煤气 如果有煤气的话 那水喉也是 大概25年 那些人就换一换 说一说那个暖气 先假设它是一个煤气的煤气 在一个搅拌系统 接着它供应了热水 来洗澡 开水喉 以及供应了你所有的热水 在用的热水 煤气的就明 如果超过10年 就开始已经很 inefficient 15年之后 多数都要换 就是说没有那么省钱 是吗 是用很多煤气 所以如果超过5年 你都开始觉得 也有5年以上 都要想一想 这就有问题 超过10年 但是我知道 boiler上面 不会说写明 我是哪一链放在那里 那我怎样可以知道 是否 可能拍张照片 拍一个型号 然后上网搜索一下 可以做一样 而且是 看看它的样子 似不像新井 像你这样说 上网看看 那个型号什么时候出 不过那些型号 中一转转5年 所以有时候很难说 嗯 凭感觉 看看那个boiler 旁边有没有安装了一个叫做 Magnet的一个测测 因为呢 如果它是水供应 Radiator是铁造的 它很多时候 有一些铁碎在水管里面 那么呢 它继续了越多 黑色 那继续了越多 它就会越 没有那么容易 是吧 所以呢 而装一个测测 它就可以吸收 那些铁碎 接着一年 去服务 boiler的时候 看看 其中一件事 就是那个boiler 看看有没有一个服务 是否每年都有人 去服务一下 这件事 包括清了测测 去扔了一些铁碎 现在个个都知道 我们的boiler在那边 电箱在那边 是 你一直讲的电箱 在那边 那boiler在那边 oh well 还有其他水供 你就要看一下 要开在水 看一下热水 要多少秒之后 才到那个位 如果超过15秒 你开始要想一下 可能有些问题 如果15秒都未到 讲完水了 那讲一下地 那地板 有时呢 你走楼梯 或者去到楼梯上面 那个landing 那个位呢 你听到一一一声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那些木块 一条条 木条那样 鬆了少少 那如果在地毕下 你拿起地毕 再转 转回去 那其实都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了 不过如果你不想换地毕 那就是一个麻烦 有时呢 它不只是那些地板 有时可能是木梁的问题 因为可能 好像如果潮湿的话 那些木可能会灰了 那如果灰了 就是下面的木梁灰了的话 那地呢 第一 就会有声 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些 淡淡的 那这个又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尽量不要在 刚刚移民的时候 去考虑这件事情 因为你想 你要拆了整个地板 然后换了这条木梁 或者是補了去 剪短去 即是剪短去 即是剪短去 然后再補 哇 好复杂 说完地下了 那不如说回长 除了刚才发毛那些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 需要留意呢 长 如果你看看外长 多数是钻 如果你看到钻的话 如果你看到钻有裂痕 如果那条裂痕 是超过3mm的话 即是可以放到 一磅金进去的话 那你就开始要担心了 因为裂痕 其实屋子 正常来说 是应该有动动的 这些钻都可以有动动 是很正常的 不过如果 如果动动那么大 超过3mm 就开始要想想 如果那条裂痕 是由霞至上的 如果是很大的 垂直的 是的 有机会是 那条裂痕 其中一边 是沉了 那胶就 歪了沉下去 那你听一听就知道 这些都是大问题 好像切肉 那如果裂痕 是斜斜打横一点的 尤其是在窗 门的上面 那有机会是 Lintle 即是窗上面 那条横梁 有机会 那里就出了少许问题 那整那些 都会继续的 也会比较麻烦 所以可能你会想 避免这些先 嗯 但是其实一般 因为英国的屋 走走地 都几十年了 那有裂痕 其实是很正常的 是吧 在外场上 看到少少的裂痕 又有点的裂痕 其实是很正常的 很多时候 你吻回 磚和磚之间 那些木材 都已经不是问题的了 大家自己可以DIY试一下 另外呢 其实当我们去看屋的时候 大家都会拿着电话 是吧 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留意的 就是那个电话的信号 收得好不好 我知道有些地方 他们真的比较 就是刚好那个位 可能其实有时候收得不好 所以可以留意你的电话 也有网民之前会很紧张 就是上网的速度 之前也有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了 他说 在上网 其实你可以查看 那个地址 就是它可以用到哪一间公司来上网 甚至乎它会提供到 它的速度可以去到多高 给你看的 那你说完外场 那里面的场呢 多数里面都是plaster board 或者plastering 那你看一下 可能有时候 在一些场 和司令的接驳位 会有些裂痕 这样的 那如果小一点 其实也不是太大问题 尤其是新屋过了两年 因为地址是用木做的 那它收缩完之后 也会有些小裂痕 那其实 摘一些cork 然后再游回 其实多数都是这样解决的 都不是太大问题的 如果不想花钱 又是学习一下DIY的时间了 另外 不是关于风水 不过也有人问过 家屋向哪一个方向 可能会舒服一点呢 那天气会合适我们呢 那英国人呢 就会想他们的后花园 向着南面 南面 因为我们都在北半球 那你当然想向着太阳那边 就是garden 向着太阳那边 就会暖一点 所以舒服一点 即是跟香港都一样 是的 那讲到garden 其实有些什么 我们可能体育的时候 要注意的呢 可能看看它是否很斜 如果是很斜 在山上那些 那些 那些retaining wool 会不会出现问题 嗯 会不会 你如果将来是家健的话 你会很麻烦 因为它很斜 是的 第二 可能想一下它整不整齐 会不会有很多东西 生到周围 其实都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 留意一下 没有japanis not wheat japanis not wheat 是一个棘手问题 你都需要专人去清理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garden在那边 都有看 好像有 另外 其实我们去体育的时候 通常我们两个人去看 我们都会叫他打开二楼 那个角楼的门 让我们一个人捧身的头上去看 其实最主要看些什么呢 看看有没有漏水 水积 看看它的保温那些玻璃棉 是不是排得很整齐 那些棉是没有180mm的厚度 如果没有 加多的需要 那其实也不是太麻烦 加回那些棉上去 看看整不整齐 看看多不多横粮 就是多不多粮在里面 bracing 因为如果多的话 你以后想做企业 那可能又麻烦一点 嗯 还有一样 就是好像刚才我们去看租盘 我们看到有一道门 开不开的 有时候 你看楼的时候 他们就会 因为特别现在 疫情 叫你什么都不要碰 然后他就 其实一直打开着门 我们就发觉 好像看下去 都像是企业 企业 我们就叫企业 谁知道真的企业 真的企业 所以这些东西 都要看清楚 是不是 如果你去二五楼的时候 即是 你认识了 是给你买的了 那你说去看多一次 那你就记住 可以看一下 那些窗啊 那些门啊 是不是全门都可以锁到呢 那如果做不到 我可不可以 跟他谈谈的价钱啊 嗯 这些门的 这就比较小事啊 因为太小银马 哈哈 有点大件一点的 还有刚才你说 去再看多一次 可能其实我建议 你会请一个 大概五百磅到 给一个讨厅去看 因为他做了一个报告给你的 这个报告呢 就会写了 有些什么问题 还有也会很多时候 要解决这些问题 是多少钱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报告 还有这些数字 嗯 就去跟你的 solicitor 去跟对方的 solicitor 去跟对方的 solicitor 可以怎样去 押去教 或者去讲一下 如何解决 就是这个过程 是surveyor 告诉我听有这些问题 我去找我的律师 我的律师 去找对方的律师 是吧 OK 这很清晰 其实所讲的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解决的 那当然有些就麻烦 有些就簡單 那看一看你 似乎你自己想 花多少时间 还有有没有这个心机去解决 或者这个资金 当然如果问题越多的 价钱越低 家屋本身的价钱 是的 如果所有东西是否都一次过要做的 其实都很合理 既然电、煤、水喉盆 什么都一起换的都很正常 是 不过就是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时间 去管理这些项目 或者去找别人去管理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好多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上来我们的频道 和大家分享 紧不紧张? 很紧张 我想说家男很聪明 其实对着镜头清晰地去说话 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来的 现在知道 很难做 他知道这些东西 不要再取笑我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新开了一个Instagram的币 可以追踪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谈吧 拜拜